本地红烧肉的这个是 蛋黄 咸蛋黄和虾干腰柱 这个味相当棒 特写看看 这切开是啥样的 朋友们大家好 马上就端木节了 咱们还是包粽子 接上个视频 好了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看一下啊 这是这个蜜枣莲子粽子 现在开始包 两个叶啊 这么交叉 来成个篓形 这边呢 露点气儿让它 往里倒下米 然后呢 还要往里装水 让它实成点 这些就行 莲子 枸杞 这样就行了 水开了 这个必须烫一下 让它开成锅就行 这个米呢 泡四个小时 开锅了 这就行 二两油 二两油 把这个干葱炒黄了 发干了 还行 味儿就下来了 这老家的毛葱 做这个是最好了 味儿最棒 这个颜色 放入米 如果你要是有老汤 或者红烧肉那个汤 往里去放 这就行 如果你没有这个呢 你就要用那个海鲜酱油 这个都加了 这个都加了 少加一点盐 半斤 把这干葱 搭好的干葱 这是香葱 加上一锁包 这个干窑度 用这个温水洗一下 然后泡一小时 用清水泡一小时 现在开始露下味儿 朋友们看一下 汤汁马上靠近了 加上味儿精 朋友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小小河虾烫一下 烫透 然后看啊 加入干葱 姜沫 拌一下 朋友们啊 把姜米呢 摊开 在这个最深的地方啊 把这个蛋黄放里 两个舀住 这个叫蛋黄 舀住小河虾 哎 这样 略微呢 让它食肾一点啊 这个是 熟米 熟米呢 要求呢 下锅蒸 不能煮 煮的效果不好 因为有蛋黄 容易煮化了 哎 这样 这样 往回一窝 这叫 这叫糊铁尖 这叫糊铁尖 板栗 红烧肉 这个馅儿 这么一样 一趟馅 两趟馅 三趟馅 这样一季 胡铁结 哎呦妈 嘴开了 我这个品种多 我怕它混了啊 我这么放 当我这个罐呢 只能放一层啊 那放一层 这样呢 蒸半小时啊 既好 这是熟米的 正子啊 不能割嘴去炖啊 最好是蒸制啊 有甜 我先就是蒸制 效果最好 好了 就说这些 半小时后 咱们再见 朋友们 又要到 吃粽子的 季节了啊 端午节 马上就到了 我今天 包点粽子啊 分享给大家 首先呢 看一下啊 我们东北人 就愿意吃这个蘸料 这个叫 金边玫瑰糖 啊 用玫瑰花 在锅里蒸 三秒钟 然后呢 和糖拌着一块 焖上个 二十来分钟 糖味呢 里面就有 玫瑰香的味了啊 这个呢 也是 这个叫玫瑰酱 这个叫蓝莓酱 这叫莫莉花糖啊 和我说的第一种啊 都是一样的 首先呢 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粽子啊 这个 板地红烧肉的 这个是啊 这是上海方味的啊 蛋黄啊 咸蛋黄 和虾 干腰柱啊 这个味相当棒 特别 看看 这 切开是啥样的啊 哎 然后再浇上糖 朋友们 这个 肉粽子啊 这个肉粽子呢 肉是熟的 米是熟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根据你的粽子大小 二十分钟 二十五分钟 三十分钟都可以啊 必须是蒸制啊 不要煮 那么说这个 煮的呢 这个 莲子啊 密枣莲子这个呢 要求呢 就是汤水 没过主料 开锅 二十五分钟 断火就行了 然后呢 就是蒸制 四十分钟啊 自然冷却 完再吃 效果非常好 好了 就介绍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 网上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